一个社会会养成国民的特质 讲到日本人 刻板印象是守规矩有礼貌 而透过一部纪录片 有人想了解 所谓的日本人特质是怎么养成的 他全记录了日本的东京小学 拍摄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 和快毕业的六年级学生 在纪录片当中 从一年级新生里面自我的约束 还有各种行为 那么来看得出来养成的起点 拍摄期间正好是疫情年 孩子们有午餐用餐时间的规定 全程不能交谈 也不会看见任何人调皮玩乐 纪录片所显现守规矩的程度 让人叹为观止 进入小学前 家长在家的学前准备 除了课业要跟上 行为举止也要先练习 不能成为班上的一类 在日本的教育体系 国小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纪录片日本人的养成 拍摄2021年的东京总户小学 一年级新生进入学校的新体验 和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大孩子们 老师对他们的期许 老师铁头碎鸵鸟蛋的有趣开场 让孩子们情绪沸腾 不过这在小学里面可是不好的示范 立刻有老师在活动后反应 不只孩子们要守秩序 老师也要时时提醒自己 拍摄期间正值新冠疫情 这天东京就有920例确诊 孩子们要把这些资讯写在班级公告栏 连刚进学校的一年级生 也要学会戴好口罩 领取学校发放的防疫物品 而这些都是六年级学生负责分配 可见小学生的养成 到毕业前夕 他们已经是一群小大人 承担责任的能力从日常生活做起 才小学一年级 每天营养午餐时间 大家轮流分工合作 担任打饭的小帮手们 在老师指示下各司其职 只要出错就会立刻纠正 生活中的秩序无所不在 当大家都装好饭菜 孩子们会自己立好桌上的防疫隔板 当孩子脱下口罩这一刻 教室前方的荧幕开始倒数计时 吃饭时间不能交谈 也不能发出噪音 时间压力下 自我要求的习惯也逐渐建立 才刚入学的孩子 还会面临这场震撼教育 防灾演习 几秒钟内钻进桌子下方多好 孩子们没有迟疑 更没有人不照着做 这场演习的考验还没结束 广播突然宣布地震后 配餐是起火了 大家立刻进入避难模式 带上防火材质的头巾 移蓄到走廊上排队 全程没有人嬉笑玩乐 动作太慢的高年级生 免不了被老师训斥一顿 由于研究普遍认为 东京在不久后的将来 可能发生直下型大地震 防灾的概念也要从小养成 记录片中有趣的小亮点 包括日本人很重视的鞋子排放 从小学开始就能看见孩子们 会注意鞋柜的整齐度 因为学校会安排同学进行评分 没放整齐就会被打上不好的记号 记录片中截取了国学院大学人间开发学部 山田杨教授到学校演说的一段话 身为小学课外活动领域的专家 他认为日本重视高度社会的集体性和协调性 培养孩子从小做起 在全球国家中独树一格 如何让孩子尽力融入社会 不要成为受人指责或排挤的异类 是日本教育体系一直努力的方向 TVBS新闻综合报道